來 這個過年大家都喜歡打麻將 最近打麻將這話題非常非常的火熱 有人欠東風啊 有人欠西風啊 有人欠南風啊 有人欠兩萬啊 有人卡中洞啊 有人聽編章啊 有人絕章了還在那裡等著胡牌啊 很多很多可以想像的空間 很多可以想像的空間 對 2024對國民黨很多的這個明星 不管是過氣了沒的明星來說 是一個向往 是一個期待 這一把麻將要是能夠胡個牌 該有多好 但我要提醒喔 有意 不論是黨主席或2024的這些 國民黨的好朋友 你想打2024的這一桌麻將 有另外一桌麻將 你得先胡牌啊 你得先自摸啊 那桌麻將叫做2022啊 2022要是沒胡牌 要是沒自摸 搞半天放嗆 留局 那我告訴你 2024你也甭打了 你也沒機會了 你就等著被民進黨 繼續執政 整晚 捧走 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嗎 不要腦袋裡想著2024啊 如果你腦袋裡想著2024 你不是欠東風 你是欠教訓啊 先把2022給做好 好啦 問題來了 那2022怎樣才算好呢 國民黨本來15個 飛走一個韓國瑜 高雄現在是14個 那14個守住算好嗎 2022選完我還是14個啊 這樣算好嗎 不 因為2022我必須告訴各位 在很多地方 國民黨是有機會的 是有勝算的 加上民進黨現在的中央執政 確實很有問題 然後那個陳時中騙我說 簽了500 簽約500萬劑的疫苗 搞半天又講說 被什麼外力干擾 政治力介入 其實我們還沒有簽約 簽約以前就沒有了 你早就告訴我說 你已經簽約了 總統都發臉書了 說恭喜簽約 然後今天你自爆 居然告訴我說 其實根本沒簽 簽之前就被人家打槍 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那個人就叫做陳時中 你還笑想選台北市 我看你去選新竹好了啦 我看你去選基隆啦 搞不好你都還選不上啦 扯到哪裡去了 扯到疫苗去了 好啦 2022的國民黨 要選上多少才算是及格 誰帶領國民黨選到那個數字 我告訴你 誰就拿到2024的門票 誰就可以在2024等 那一張一直不肯出現的東風 14加4 請大家記住今天這個魔術數字 14加4 14已經有了 基本上應該很難掉 那加4是哪四個縣市呢 我也不知道 待會請羅志強來告訴你 好來歡迎第一位來賓 幼正還有各位網友大家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歡迎這個兵哥 兵哥跟我一樣是講實話的 是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來 我們就直接來看今天的這個叫做電視牆 來 來出現了 2022欠的四個洞 我不要講四個洞 我說你卡四張 你卡四個洞 你知道嗎 你要先拿到三支 然後剩下那一支 你就糊了啦 你有主懵了啦 2022跟2024不一樣啊 2024充滿變數 你可能還要等人家放槍 但我告訴你2022 你絕對有能力自摸啊 你絕對能自摸啊 你就卡四張 哪四張 來下面都告訴你了 第一張叫做台北 把台北先收進來啊 台北先收進來 另外三張就容易啦 第二張叫做基隆 台北拿下來 基隆就拿下來了啦 第三張我們先跳過來 叫做桃園 桃園拿下來 新竹也沒道理會輸啦 北北基啦 桃竹苗 選情都是包裹在一起選的啦 如果有人有本事 從柯文哲手上拿下台北 你覺得基隆會掉嗎 如果有人有本事 從鄭文哲手上 把桃園搶回來 你覺得新竹是會掉嗎 各位 十四加四 這四就是台北 基隆 新竹 桃園 好啦 最重要的當然是台北 最重要當然是台北 誰要選台北 今天新聞大家都看到了 我非常 正面 我非常欣賞這兩位 講完安 還有今天現場的羅志強強哥 大大方方嘛 該負了責任 我會扛下來 我們強哥也不只一次說 他想挑戰台北市長 他希望幫國民黨 幫藍軍 把這個首善之都 把我們的首都 打贏這場首都之戰 把台北 給拿回來 重新執政 兩位這樣的態度就對了 別在那邊扭扭捏捏啊 該你出來扛責任你不扛 2020輸掉的時候 要選黨主席 你不見 2020年的6月韓國瑜被罷免掉 大家說江啟成要負責 你出來說我支持江啟成 你就不敢扛責任啊 現在國民黨情勢大好啊 說不定他也跟我一樣想到這個啊 14加4 哇如果選上的話 哇我要選黨主席選上 2024我就有啦 你有好處 你又跑出來了 不要這樣 國民黨期待的不是這樣的人 國民黨期待的 是像後面這兩位 講完安 羅志強 14加4 誰能在這一把把四張都湊齊 然後自摸 誰就是2024 可能能夠胡牌的那個人 來 翔哥 首先就是 大家在看2022的選舉 我們先講2022跟2024的那個 觀點 因為最近麻將學這個非常熱門 我跟大家講 你2024 如果2022打贏 那才叫聽牌而已啦 2024聽牌 如果2024 我們2022新竹矇 2024另外一局啦 對對對 我們那是佑正的比喻 我的比喻是什麼 為什麼我講的是 你贏了2022 你也只有聽牌而已 什麼意思 聽牌不等於胡牌啦 就這麼簡單 因為2024 2022是地方型選舉 它沒有所謂統獨的意識形態 什麼兩岸的那種 所謂的政策論爭 的成分較小 所以民進黨打那種反中 恐中牌 它那個效力相對是比較小的 可是抱歉2024 我跟大家講 絕對又是開始小紅帽大戰 紅帽滿天飛 然後就開始去撕裂台灣 然後切割什麼敵我 你賣台你是中國 芒果肝 對芒果肝 一定大賣的 所以因此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2022年 國民黨選得好贏了 是一個勝局的話 也只有聽牌而已 因為2022年贏不等於2024年贏 但是如果2022年輸了 2024年就直接向攻了 好 連玩都不用玩 每排打一打怎麼16張變15張 奇怪 就直接向攻了 就是因為我跟大家講 就是基本上 如果連這個 目前這個局面 都不能守住的話 那2024我覺得是 Benson 而且還有一個更大的 重要的重點就是 坦白講我現在反而 對2020年的選情 我是開始有一點點憂心 為什麼 為什麼憂心 我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國民黨內 大部分對2022的選情評估 都是樂觀 其實我很樂觀 我們講 歷來 歷來 佑政啊 外面我們是一些好朋友 樂觀不樂觀 我覺得那是一些 政論觀察 可是國民黨那一旦 對一件事情樂觀的時候 我告訴你 悲劇就要發生了 悲劇就會發生 這幾乎是鐵律啊 對啊 你去看 2018年 就是因為對於2020年 太樂觀了 樂觀到就是說 哇天啊 只要拿到門票 躺著選都能贏 所以大家每個人想的都不是去贏 是想的是搶門票 那搶門票以後你就發現 青龍掩月刀跟杖八十二毛 全部出來砍了對不對 張飛打關羽 關羽打張飛 然後終於好不容易 哇棒 我把關羽砍頭了 張飛身中十八刀 出去跟蔣幹打還是輸 還是輸 對 這個國民黨的過去的命運嘛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說 越是你覺得好像看起來 2022的選舉 目前民進黨也在放風聲啊 說什麼啊 2020很困難啊 很艱困啊 那國民黨內 我也聽到的一些很多的說法 都覺得2022年看起來是穩的 你千萬不要相信這個氛圍說啦 為什麼 還有將近兩年的時間 拜託 2018年國民黨贏15 然後不到一年半 2020輸到連褲子都找不到 你跟我講 你現在要去樂觀2022 我也不知道大家樂觀什麼啦 民進黨我跟大家講 整個執政優勢 然後他能夠用下的就用下的 不能下的就用騙的 不能騙的就用霸凌碾壓你 真的很多事情都在改變當中 我也看到很多人其實不滿意民進黨 但是已經害怕啦 民進黨真的成功嚇住了很多人 所以我要特別講就是說 2022年的這一場選舉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沒有任何樂觀的本錢 你除了說明星 確實有開始2018年那種明星 大家覺得民進黨真的太過分 因為他真的太過分 可是除了這一件事情看起來是 一個所謂的氛圍的改變之外 你真的覺得是任何其他事情有樂觀嗎 我這次去跑了兩趟對不對 就為了公投巡迴全台灣 跑了兩趟拚公投 我也聽到很多人對民進黨 非常非常非常之不滿 但是也有人很直哉跟我講 對民進黨不滿 不等於是滿意你國民黨 所以你也不要以為說 大家討厭民進黨 就會變成是兌換成說 兼支持國民黨選票 尤其年輕時代很多年輕人 當你跟他講民進黨不好 我真的遇到有年輕人 就跟你講你不要跟我講民進黨不好 我又不是沒長眼 我說任何腦袋正常的人都知道 民進黨爛啊 囂張惡霸啊對不對 踐踏民主啊 可是難道我要選國民黨嗎 你知道回了就這一句啊 對啊民進黨爛啊 但難道我要選國民黨嗎 所以國民黨是不可能期待說 今天你民進黨很爛很糟 然後我今天就是坐等江山 然後坐看情勢 然後自然花開結果 然後圓滿對不對 你在說誰 國民黨裡面就很多人這樣子 我就說基本上所以 等人家放槍 關鍵是我覺得路是自己走出來 要自己去開路啦 對 所以誰出來選很重要 我跟各位說 現在這個時代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很多選民啊 跟我一樣勇敢 他是不會怕民進黨的 是不是 我們像我們的 我相信我們這個正常發揮的 這個觀眾朋友 你們絕對不怕民進黨的 好不好 如果不怕幫我打加一 好不好 大家晚上好 有人說志祥非常棒 讓子彈多飛一會兒 不怕幫我打加一 跟我一樣叫小好的 幫我打加一 好不好 但是更多的人 現在是選人他不選黨 選人不選黨 這件事情請大家記住 因為待會我會來談 選人不選黨 有好處 也有壞處 好 我直接告訴你 比如說桃園 比如說桃園 鄭文燦做得很好 國民黨沒有機會 你錯了 鄭文燦面對的難題 跟柯文哲面對的難題 是一樣的 這些人投給鄭文燦 不是因為他是民進黨 這些人投給柯文哲 也不是因為他是民眾黨 換句話說 當桃園出戰市長的不再是鄭文燦 這些以前會投給鄭文燦的人 就不見得會投給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了 鄭文燦的票跟柯文哲的票一樣 是有點難轉移的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我敢告訴你桃園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 對鄭文燦做得很好 鄭文燦人員很好 沒錯我都知道 但是因為他個人特質的關係 投給他的人會大過民進黨的基本盤 當他不在接班的人 太民進黨太綠太毒 我告訴你 票有可能就回到國民黨身上來 但重點一樣是 國民黨推出的那個人是誰 好不好 我們一樣先從台北開始講 來一個要扛責任 一個網路很囂張 其實我覺得啦 對國民黨來說 大家願意出來競爭 願意扛起責任 這當然都是好事 重點是你能不能作為良性的競爭 我們大家都看到 2018年的時候有一個例子 也就是江啟成跟盧秀燕 當時在禁足台中市長 兩個人到這只差0.1% 只差0.1%之後 那江啟成很有風度 退讓也沒有再爭其他的東西 然後他也願意輔助他 很棒 到最後 本來大家認為台中 其實國民黨不是被看好的 林佳龍是晉選連任 是 所以呢當時認為台中 其實國民黨是具於劣勢 結果打贏了 而且還贏得很漂亮 所以表示國民黨只要團結 至少是有機會 那同樣的 台北不論是羅志強出現 或是蔣萬恩出現 我認為如果 大家能夠像當時 張啟成輔助 盧秀燕這樣 只要勝出的那個人 也不要鞠躬 然後呢 輸掉那個人願意全新的輔助 那我覺得在台北市要拿下勝算 其實是不低的 真的是不低的 特別是 其實台北市一直都是藍大於綠 唯一被民進黨拿去那一次 是因為國民黨自己分裂 那這一次當然也有可能遇到分裂 也就是黃珊珊可能會出來 但是呢 黃珊珊這幾年 慢慢已經不被歸為藍軍這一塊 他比較偏白這一塊 可是現在民眾黨都講說 我們就是泛藍 民眾黨到處講泛藍喔 是啊 你知道嗎 他們因為他是個小黨 他當然要想辦法去撐 想辦法去搶票 可是民眾黨的很多作為 真的會被認為是泛藍嗎 我相信有人認為有人不是 那黃珊珊他現在不敢很快的表態 因為他也要看未來的局勢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有機會 但是當然國民黨要非常謹慎 最重要就是不能夠在雙方禁足的過程中 撕破臉 或是打壞彼此的關係 到最後變成不是君子之爭 那就完蛋了 你們用這個扑克牌比喻喔 我覺得還蠻好的 為什麼你知道 國民黨現在14張牌 我們打的是16張 所以呢你這一次呢 2022你如果沒有多拿下兩都 你連聽牌的資格都沒有 你知道 你最少要多拿下兩個城市 最少 這是基本資格 基本啦最少啦 基本資格 所以呢 對這個不管是主席也好 或是國民黨未來謀求大位的人也好 這一戰如果沒有打贏 維持14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輸了 就是輸掉 就是輸 你至少要拿下16 嗯 才算是有參戰的機會而已 還不見得會贏 那你們一開始的標題叫做 只欠東風嘛 外資具備只欠東風嘛 大家都在那邊等東風嗎 抱歉 諸葛亮如果跟你一樣想法 他已經死在自閉了 就這麼講 因為他已經被咒語幹掉了 諸葛亮等東風之前 還先去草船借見 而且你還要算得準準準 諸葛亮是知道東風一定會來 你在那等你還不確定會不會來咧 是我跟你講到最後 我跟你講東風是怎麼來的 書上三國演義交代很清楚 是他做法弄來的 所以國民黨自己要想法的做法 讓東風幫你吹啊 你不能等著東風在那邊痴痴的等啊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我想過去這兩年 國民黨應該非常深刻的體會到 國民黨一旦不團結之後 遭受到什麼樣的命運 2019年本來一局非常好的棋 就被自己不團結四分五裂搞亂掉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管台北基隆 新竹桃園 甚至台南高雄 我老實講也不要認為說那個東西 人家厲害就拱手讓給他 不要有這種想法 我覺得國民黨一直讓我覺得很叹氣的就是 很多東西你們覺得這一屆選不贏 算了算了隨便派一個助力選 不要有這種想法 台南高雄選不贏 加把勁下一屆再來啊 不就是這樣子嗎 你不在那邊生根的話 你不花個十年二十年 奇怪了人家為什麼要投你啊 那而且又不是沒有機會 韓國瑜不是活生生的告訴你們 他去高雄經營多久不到半年 人家還不是一樣選上 所以什麼事情只要去拼就有機會 那不拼放掉就完全沒機會 你以為台南 我講的比較那個一點 約華爾哲一定會連任 他可能 第一個 民進黨裡面蠻重要的有興趣的 是第一個民進黨內 搞不好有人要跟他競爭 陳其邁也是一樣啊 民進黨內也有人跟他競爭啊 其實民進黨的情況跟國民黨一樣喔 2018年的時候 陳其邁也覺得我黨內初選贏了 我躺著都會選上啊 對 結果就輸給你看了 那國民黨也是一樣啊 誰認為躺著就會選上 抱歉你一定輸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事實 所以大家都要用審慎樂觀的心情 全力的去衝刺 然後切記切記切記 國民黨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團結 那什麼東西只要不團結就沒有 請大家注意到國民黨現在就算團結起來 都不見得打得贏 何況你不團結一定會輸 所以拜託 其實我是覺得羅志強也好 蔣萬利也好 都是很好的人選 而且我一直比較欽佩這兩個年輕人是 不像你們國民黨那群老人 明明想要選 愛吃個假小禮 半天不敢講 每一個都要等別人拱 每一個都要來一個 連續請他三次 然後三次退讓 然後在這要上位 不要演那種2000年前的戲 我們現在看的是時裝劇 現在就是要像他們年輕人這樣 直接往前衝 大不了選不上我就幫助我同黨的人 就是這樣子而已 不要再考慮其他 考慮的越多你輸的越長